好那这个请教一下月中 这几天不仅仅是军事的风云上面 确实是这一个不断的拉高 那同一时间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的波动也非常大 昨天晚上事实上 美股科技股跟油价都全面重挫 没错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其实就是我们过去节目 一直在讲的这一波的这个战场 越来越大 已经是政治经济军事 全方面的都大战了 我们先看到中心 在9月7号传出来要被制裁 那一天他大跌的股价22%多 昨天稍微反弹 那今天又再继续跌了 所以如果从他的高点 在7月份他的高点到现在 他跌掉了50几%了 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我们再看到 所以两个月等于股价腰斩 是的 那美股的部分 当然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昨天真的也跌很多 而且他已经是连三天的大跌 所以以Google来说 他从高点下来 他也跌11%多了 昨天他是跌3%多 那在亚马逊也大概跌11%多 昨天他是跌4%多 那最惨的当然昨天就是特斯拉了 特斯拉昨天一天暴跌了21%多 那当然他的问题很大 媒体主要都是说因为原本 大家以为会被纳入S&P500的成分股 结果没有 事实上他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子 像他的财报被严重灌水等等 还有他的高层已经都在 股价都卖股票到跑 包含的马斯克的弟弟都在卖股票了 太多问题了 好 那脸书昨天也跌了4%多 高点下来也跌了11%了 那另外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苹果 以昨天的尖牙股 就是特斯拉不算的尖牙股呢 其实苹果昨天是跌最多 他跌6.7% 跌的比大盘还要多 那问题是昨天苹果才宣布说 他准备9月15号要准备要新品发表会 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利多 结果他昨天跌那么惨 而且他从高点也跌了18%多下来了 好那相较之下 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部分 那这一波台积电的股价就相对平稳 因为中兴我们前面也讨论过 中兴跟他也比较没有直接在贸易 这个生意上的竞争 不过联电就不一样了 联电从这个制裁中心传出来 他大涨之外 今天今天注意 今天台股是跟着跌的 但是今天联电还又涨了4%多 所以联电光这几天了 就从上礼拜到现在 已经涨了14%了 哇真的是 中心跌倒 联电吃饱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一句话 那鸿海的部分 这两天鸿海还不错 可是如果你从他7月份的高点来看的话 鸿海也大概跌了12%多 那今年是有小涨0点几% 所以我们大概很快的把这些科技股扫描过之后 我们再回到中国的问题 中国现在就在这两天传出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 就是我比之前也讲过的武汉红星 现在被踢爆说武汉红星 其实早在去年就出事情了 而不是我们以为的这一阵子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先看到我这个图表手本右边的这个 这是什么武汉法院的公告 早在去年11月 他的土地就被查封了 他根本就不能盖场 这是个多重大的事情 结果大家还在说他什么要来台湾招兵买马 什么什么根本 所以这两天注意的是中国的媒体讲 还不是台湾或其他地方 是中国的媒体就用的这个标题说是 中国金片史上最大骗局 这是中国媒体下的标哦 那反而这个新闻在台湾比较没有被这样子爆 那怎么说它是一个大骗局呢 我们主要去看 这家公司就武汉红星 从头到尾就只有两个股东 那其中就是这个北京光亮蓝图 这一家公司 它占九成的股份 另外就是武汉当地的一个国有企业 占一成的股份 好问题是这个国有企业的资金已经进去了 但是这个北京光亮蓝图从头到尾一毛钱都没进去 啊 占九成的大股东 下面你看看下面有那个表 就是媒体去查了他们最新的这个资金到位 零 哇你看这是 好那他为什么能搞这么大 重点就是他这个董事长李雪燕 从头到尾都买空卖空 他就跟你说因为我要我准备要盖一个 这个新的这个芯片厂 就是我们说的晶片厂 所以呢哇正好投到这个中国的这些高层的益吧 因为他们也赶快想要用这一块 所以他就到处这样子招摇撞片 所以政府的资金就进去了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政府的钱 他自己一毛都没出 对所以中星的这一个 应该说武汉红星的这一个主要大股东 九成以上的大股东 说穿的是个大空壳 那大空壳呢 可是他骗到小股东的钱 只占一成的小股东反而资金到位 然后骗到蒋上益 那也不是小股东 那是中国武汉的国营企业 所以骗到政府 对啦就是骗到一个比例比较低了嘛 然后再来骗到蒋上益 对然后我看到台湾有媒体杂志说 蒋上益跟这一个他们挖角的人 回台积电找工程师 然后每个薪水都说增加到三倍 对本来一年可能是300万年薪的 立刻拉到一千万年薪 所以又骗到一批台湾的工程师 美中关系加速恶化 影响了台海的军事紧张 但是同一时间 这个金融市场股票市场 电子的这个产业市场 核心的战场是半导体 所以白宫到底杀不杀中芯 光是放话出来 中芯股价 这个波段高点到低点 事实上这一波已经腰斩了 然后紧接着呢 武汉红星呢 现在听起来看起来像个诈骗案 那这样的诈骗案 当然对于中国半导体的产业 有非常大的深远的影响 我突然觉得就算中国 美国不要去自产中心 光他这些连环的诈骗案 全部都爆出来 大家就开始一件一件去检视 你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半导体公司 绝对问题一堆啊 我们再看到这个 这也是最近很红的一家公司 叫星云股份 因为上海科赚蛮成立 就他就去挂牌 挂牌第一天大涨200多% 结果也是被踢爆了 他号称是全世界 第七大的IP销售公司 专门做制裁权 全世界第七大 很大间对不对 结果就被踢爆 第一个这家公司 从来没赚过钱 累积亏损已经16亿人民币的 那也就算了 你既然做IP制裁权的 结果后来发现 他根本就没有专利 他的专利都是来 而且从他的竞争对手那里来的 你看够不够扯 够扯 这样还能挂牌上市 还能骗 还那么多人去买 那现在呢 他又被告了 被这个做比特币最大间的 比特大帝 大帝给告了 所以你看这家公司问题有多大 那再来华为的部分 华为自己现在就 贴了一个公告出来说 自己说什么呢 我的产品其间是 绝唱 麒麟绝唱 因为他的晶片系列叫做麒麟 好那他自己也说呢 这将会是他最后一个自家处理器的完结作 这有学问呢 你看他只说我是自家处理器 意思是说未来我还是有可能会继续出 可是我只用别人加的 所以说 所以大家就说 就算你能够继续卖 可是你未来市场一定会被发 被瓜分 其中你看他这个OPPO 哇你看他 上半年也不过卖了4600多万支 居然他把下半年的目标 一口气调到要卖1亿支 OK 哇去瓜分华为的市场 好不只是这样子 3C也很厉害 他今年预估大概卖2亿支 就和明年的目标提高到3亿 大家都在把华为的市场 因为华为原本一年可以卖2亿支 那现在有可能大家就是全部都把它分掉了 好那华为呢 现在又被人家报一个消息 就因为我们都知道华为股票是没有上市的 可是他内部有一个叫做虚拟股票的 过去只是奖励一些 资优的员工当做红利 结果他现在居然开放 只要是年资满5年的员工 我都让你认股 那大家不禁想说 你是不是没有钱了 所以要跟员工要钱 这是一个问题 有 有 有